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上片各大节目 我大概也 也折服了大概十几年 在这个建筑行业来 我就比较低调一点 我也就没有再接触到 各方面的这些媒体的朋友 那我是刻意的在 这个 让自己 躲在一个角落默默的做事 是 您是05年成立 您刚刚口中的这个建设公司 没错 那现在付出又新的新料 现在这个早上一大早就起来做 麻辣火锅料 而且是主传秘方 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来谈 而且打算上市 蓝大哥 我们对你的印象就是 过去有一出电视剧天蟬在变 你以大侠的形象走红 你先跟我们谈谈 怎么进入演艺圈的 我进入演艺圈 大概就是我刻意的一个追求 我们小时候在南部很南边的一个地方的乡下 一个眷村里面长大 那家境呢就是比较 结局比较平寒 小孩多 我们家七个 我又是老幺 七个 对 我们家七个 你七个 你死川人 我川碗 我爸川的 我也是川碗 你爸爸妈妈都是死川人 你说一说 我是爸川的吗 是爸川的 就是死川人 这个非常难得 嘴头 嘴头 所以你讲的就是说 你小时候在屏东的一个眷村长大 家里连爸妈妈家里面七个小孩 胸口人啊 还有我的祖母 等于我们家有十个 那爸妈呢 在各自做什么 那不然怎么养得活呢 所以说了 我妈妈 在我四岁的那一年呢 家境就是因为 入不敷出嘛 就跟我的父亲讲清楚 以后就到台北来给人家帮拥 那我的爸爸也就忍痛了 让我的母亲离开我们 那我四岁也不太懂事 幼小的心里呢 就觉得好像都没有妈妈 都是爸爸 爸爸在带着我 好家在我有一个好的祖母 我一个小角 她是清光绪二十四年生的 我祖母是清光绪二十四年生 所以我祖母特别的疼爱我 因为我小小年纪 就懂得很孝顺 她很贴心 所以这个老祖母特别爱我 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 这样疼在心里面 那我就天天陪着她 大概幼年的时候 就是这样度过的 那眷村很小的 你们一家 十口人怎么挤得下呢 我们家房子 在我们村子里面 我们家房子也不算是小 因为我的父亲 在四十七年的时候 生我那一年的时候 我父亲是我们那地方的村长 那他 这个军中就配给他 两个小套的 因为小孩多嘛 对 那其实还是不够住 大概就是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 我们就挤在一个 也不算大 也不算小的地方 那后来你就说 进入演艺圈 从而就是要帮忙家里 家绩 至少你可以独立了 对不对 而且演艺圈那时候会不会向往 觉得赚钱比较快 对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的伟大 想要帮助家里面 但是我从小确实 我出去跟人家有的没的 弄到的钱 我都是先拿回去给父母亲 那我的父母亲就很忧虑说 我这个孩子从小在打架 闹事 每天在后面拿着奶粉去陪 都陪不知道多少罐 然后整天跟人家打工作一 哎呦 早伯伯 对不起哦 我们家宵亲 把你们二字偷有大婆了 就每天搞这个东西 你就是眷村的坏孩子 眷村有两类孩子 一种好孩子 一种坏孩子 我是正派的坏孩子 正派的坏孩子 本性不坏 对我不是坏的 我不是邪派的坏孩子 因为邪就会偷鸡摸狗 然后会这个 这个搞一些有的没的 我们是不会 我们只会打架 帮助人家打架这样子 既然你聊到了 你十四十六岁的时候 做过捆工 对啊 什么样的工作 你不用读书啊 我学校我读不下去嘛 因为我不喜欢读书 是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跟老师之间 好像就是没缘分 我怎么看啊 我怎么不顺眼 那个书本一拿来 我怎么看我也都不喜欢 反正新的那个书本的味道 到了那个期末的时候 味道还是一样 所以说我是一个 不太喜欢读书的小孩 那我就是很野 就像一只野猴子一样 然后我自己也就算了 我还带了一群小萝卜头 在外面跟我一起野 所以我们在屏东是很有名的一群烂娃娃 是帮派吗 后来是十五岁的时候 组织过一个帮派 那这个帮派应该算是地方性的 他也是人数也不多 但是我们从小就看马永珍嘛 我们就很嚮往那样子 打打杀杀像个英雄 其实那年少不经事的时代 大家的过程都差不多 后来你出事了 就是我的朋友被人家围殴嘛 被一群这个中央圆环那边的 等于说是黑社会的人 莫名其妙不由分说的 就对他们下重手 那我刚好跟他们一起去 我在门口买槟榔 那其实我天天身上戴的刀嘛 因为南部呢 屏东的地方外省很少 本省人比较多 所以那个年代了 我不是在挑起那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会有防范嘛 那我们就出去 结果我身上有戴的阿拉伯番刀 结果买完槟榔 一回头哇 我那四个朋友 满头满身的血啊 连女孩子都被打得一头的血啊 我当时我的那股正义就跑起来 我妈的我的朋友 怎么会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 我就不行了 我就问他们是谁 他们就说里面那家电动玩具 我就知道是中央圆环那边的兄弟嘛 我就拿了刀子就冲进去啊 就十几个看了我们拿的刀子 他们就往回跑 这一跑乱中啊 就他们那个老大就倒在地上 他自己摔跤啊 我追着他杀他摔跤了 还好老天爷帮了我 没有把他弄死掉 否则的话 我这一辈子 我就毁了 我就毁了 可以这么说 辣掉一条命 我一定是会毁掉了 快你入狱 那时候多少岁数 应该是进的是上林监狱 上林监狱嘛 因为我十六岁 大概还未满十七岁嘛 就出事了嘛 那当然啊 国家的法律就不容许嘛 因为他是属于杀人未遂嘛 人死的话就杀人嘛 那没死 那就是重伤害杀人未遂 因此就判了我一些应有的徒刑嘛 那我的家里又没钱 又怕我逃亡 借了两万块钱帮我保出来 我爸爸就追了屁股跟我讲 哎呀 情儿啊 你千万不能套我 你一套家都没有钱啊 两万块钱我跟王伯伯姐的 还有哪里戏的 家里会夸秋的 我听 我说我不逃我不逃 我一定把你的两万块还来啊 叫他们 我进去关就还给你了嘛 嗯 所以我那一段时间 我就想了很久 我就没有逃 嗯 没有逃 没有逃之后的 这个蓝文青 他对于他自己的未来 当时候有什么发想呢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故事 讲的是蓝文青的故事 蓝文青 如果你还有记忆的话 他是过去老电视 老电视剧天才在变里面的 一位非常瞩目的男演员 那我们刚刚跟这个蓝大哥聊到 就是说年少轻狂啊 这个不满18岁的时候 因为为朋友两肋插刀了 也插别人的刀了 所以不幸 不幸 这个迷失了 那入狱了 家境那时候非常清寒 所以蓝大哥在狱中 自己有反省 那后来你觉得说 我不能再拖累了 我自己要做一个 未来 我自己能够掌握 而且成才的 自己能够自食其力 所以你怎么想 我未来出来以后 我要干什么 可能有些人不接受你了 会不会有这些茫然 当然 因为我们那时候 终究年少嘛 是 我脑筋也没有那么 像现在那么成熟 那我隐约的记得 我空有一些 很奇怪的想法 但我知道我实践不了 因为我很清楚 我没读什么书嘛 对 国中毕业了 老师也打了 同学也打了 也没有开同学位 也没有理过我 是 但是呢 我有一次 我深深觉察到 我的机会 可能就是上帝 在暗示我 因为我关的 我关完监狱的时候 我假释出来的那一天 居然是我的生日 这么巧 很巧合 一年365天 我的生日那一天 就是我出狱的那一天 那我的爸爸来 就跟我们上面的 一个哥哥讲 去接他 就叫他们来接我 骑个摩托车来接我 从台北 我在新竹嘛 广州街52号 那行人一听 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结果来接我 我就走出来 他一看到我 他说 小千啊 老爸叫我跟你讲 今天你的生日 好像是上帝 给你一个重生 重生 重生 你就要好好想想 爸爸是不希望 你再混黑社会了 我看看他 我说我知道 我会想 结果我们俩就坐着 摩托车 就往新竹一路 骑回台北 两兄弟就有说有笑的 那我就在想 我该怎么何去何从 先静下来吧 后来我小时候 有一个梦 因为我觉得 我长得蛮帅的 你怎么长得 一个样子 你想外国人 对啊 人是不是长这样 小时候就有这样说 你自己觉得赵金子呢 对我小时候 头发也是黄色的 所以我常怀疑 我就问我妈 我妈说 我是她肚子里面 爬出来的 我说那我怎么 跟人家长得不一样 我是不是抱来的 我妈讲说 你个狗娃娃 家里头都没凡次了 我还把你煎回来 枪凡次 我有神经病 所以我妈一讲 我就恍然大悟 因为家里面那么穷 七个 家里面六个 就已经没饭吃了 再把我抱回来 再抢上面的人饭吃 不可能 天下没有这种 傻妈妈嘛 对不对 你肚子爬出来 就是我的 我的肚子里伸出来的 对对对 我妈是这样讲 我才能够理会到 她讲话是真的 我从此 我就没再问 不然大哥 你这个长相 很适合演艺圈 你有这个自觉 对啊 他怎么衔接 然后怎么搭上 这个演艺圈的 然后以至于有一个角色 而这个角色 也是你的再照父母了 对对对 因为因为我觉得说 家境不好 再混黑社会 也不是一回事 那当年也有人呢 就是劝我回 回到屏东 跟他到高雄 他的老大那边去 那找我的这个人 也是中华民国 赫赫有名的 他的名字叫做 郑太极 他给他小时候 就跟我在一起 我也照顾过他 所以说他很感谢我 他把我当成 他自己身边的一个哥哥 后来他关出来 他跟我关在一起 他关出来以后 高雄有一个老大 就很欣赏他 因为他给我小不错 就把他带到高雄去 哇给了他一条 赚大钱的路子 他就找我 他跟我讲 他就叫我跟他过去 说他们在那边有走私 我们外省人有一个想法 走私贩毒 我们是不敢碰的 后来我们也不懂 走私有很多种类 他又不是走私毒品 黑家也不行 对 他们是 那个时候 他们是走私什么 香菇 真的啊 香烟 进而后来才变成 有一些那些 比较自然是重大的 因为我后来才知道 我是没去 那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我想到台北来当明星 他有一只笑 他说我长得是不错了 但是要当明星 我们这种家庭 是不可能混得出来 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那是我的梦 我说就让我去试试吧 我说你混兄弟 我说我去当明星 将来有机会 我也希望你能够到台北来找我 我一定会混出来的 就这样我毅然决然 我就离开南部了 我就到北部 没有路子进去啊 每天就跑到华石门口去 在那边看明星 每天坐在那边看 还是用真用土方法 每天坐在那边看 因为我小时候有个同学 那个人就是 后来这个 那个谁啊 嫁给邓玉坤 那个是谁 刘雪华 他的先生不嫁给邓玉坤吗 那邓玉坤的弟弟 最小的弟弟 跟我是同班同学 非常要好 叫邓玉坪 那他就一直跟我讲 到台北找他 他跟他哥哥讲 我可以进华石 我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念想 我就每天到华石去等他 因为他们一进去工作 一天有时候中午才出来 碰不到嘛 那我就每天骑个摩托车 我就去等他 结果呢 他是在里面 他哥哥很红嘛 这个邓玉坤非常红 所以因此弟弟呢 也受到福音嘛 大家就很 很跟他们就 就就很 那时候电视台不可一世 老三台的时候 对对 那个不得了 每个年轻的演艺人 都捧着他们这家兄弟 如果能巴上 就不得了 一飞冲天了 对 因此他那个小弟弟呢 以前都是听我的 我是孩子王 什么都听我的 可是他难得 独领风骚一下 他就想要 不要让我进去吧 他就一直不介绍我 我每天跟他碰头 我就问他 我说阿平啊 我说你叫我来 不是要带我进去 我好好做个事 他没关系 我会去说 你不用急 这个话一说 说两个多月 他都没讲 我虽然年纪小 但我也知道 他可能不想做 后来有一天 我坐在那边 碰到江浪啊 就是青春古王 那个江浪啊 那时候也很红他的表弟 小张 吊儿郎当 长得很帅 背儿帅的一个小伙子 他是属于斯文的那种 我是属于野性的那种 他每天跟我看 点点头 点点头 已经很久了 那天就过来说 你每天坐着 到底是你没做事啊 我说没有 我说我想进华市 我说我进不去 他说你想进华市 他说你什么都做吗 我说什么都做 我说扫厕所我都做 只要我能进那个门 他说那我带你 去认识一个做道具的 杨风 杨叔叔好不好 我说好啊 就把引荐给做道具的 道具王 那我就去认识了杨叔叔 杨叔叔讲说 他说你 做得了吗 看我那个叼郎的样子 我说杨叔啊 我说你不用担心 我做不了 我能够来看你 我就是想做 我想进那个门 你不用担心 他说你不可以打架啊 我说我尽量 他说钱很少啊 我说没关系 他说一天一张饭票 二十五块 我说吃得饱就好了 他说一个月一千两百块 我说可以啊 因此我就进入了那个 中华电视台 那个大宅门啊 好 进了中华电视台的 大宅门之后呢 要距离 红起来 还有很长一段路走啊 可是莱文青 我们都知道结果了 他一炮而红 我们学校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今天有故事 我们邀请莱文青来说 莱文青的故事啊 这个莱大哥 后来我们都知道 你后来接了这个天才在变 对 那时候是一个武侠片 连续剧 嗯 那你觉得那时候 这个机会难不难 然后你把握了 然后你有意识到自己 有一天会声明大噪吗 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 只是一直被邓玉坑压抑了很多年 他不给我机会啊 他情愿把所有的好都给外人 他要扩张他的势力 把我们身边最亲近的弟弟啊 都留在边上啊 不太在意 我们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 结果呢 我被邓伟心啊 嗯 一个伟心啊 他发现 哎 莱文青不错 扮相也好啊 嗯 也看过我的扮相 因此 有一天就找我谈 他说小青啊 嗯 我有一个角色 马上要 录啊 你 你要好好演 你有没有把握 嗯 我说伟哥 你 我说你放心 你只要把事情交给我 我一定帮你完成啊 嗯 他说好 他就说演一个苗江王子 这个角色非常好 也适合你这个扮相 对 因为我长的样子 有点像这个 少数民族的 有点那个样子啊 结果我扮相就 扮得不错 嗯 结果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嗯 我就每天呢 就揣摩这个角色 嗯 有一天他 来探班 半夜 嗯 因为我们华氏的七棚 门口有个桌子 嗯 那我 我就把我的剧本 就放在那地方 他半夜走过来一看 这是谁的剧本啊 哇 拿起来一看 密密麻麻的注解 嗯 密密麻麻写的 那真的是用工啊 然后他就 一看是我啊 嗯 他心里就 这是后来他跟我说的 他说小青啊 他说你知道吗 我看到你那样子 诠释我给你的角色 他说我很高兴啊 他说因为我 呕心力学 就是希望遇到 像你这样 能够诠释我内心 世界里面的那个角色 嗯 他说小青 你真的很棒 嗯 他说以后来 我们就长期的合作 这是维新给我一个很大的赞美 嗯 确实我也把那个角色诠释的很好 嗯 那我的幸运 幸运之神也眷顾了我 让我变得家喻户晓 嗯 这就是我演艺圈里面 我最风光的那个年代 那也让你名利双收吗 后来什么时候离开演艺圈 为什么要离开 我啊 你也知道嘛 我从小就是 好交朋友 也不会辨别善恶 也不会辨别 对不对 嗯 好坏啊 反正是朋友我都要嘛 嗯 我又小时候又跟烂娃娃混在一起 所以烂娃娃的气息 我特别的喜欢嘛 嗯 那我以前穷困的时候 没有人理我 我不知道我好的时候 人家是刻意来接近我 我都不懂嘛 嗯 所以在那个年代 我赚了很多的钱 民生大照啊 全省去做秀啊 我中南部的朋友 就一站一站的陪着我 跑东跑西 我就带着他们吃喝玩乐啊 嗯 就好像回到了一个 回到了一个 大家在一个温床里面取暖 而且我是一个小领袖啊 嗯 我还乐在其中 因此我在那个过程中间 我把我赚了很多钱 也都帮助了这些朋友 嗯 那 也都有去无回啊 嗯 我还自己认为我很够义气 嗯 结果家里身边的这个 那时候我结婚了嘛 对 娶了一个外国外国太太嘛 哦 对 那生了一个洋娃娃啊 他就很希望我能够就是不要那样子了 嗯 听听他的话 嗯 因为他看懂了 我自己不懂 嗯 我太过自信了啊 结果因为这样子来 我就交到了一些原本就不好的朋友 嗯 然后他们又变得更复杂了 是 那我来从一个很不乖的小孩子变得还是那么的单纯 但还是那么的讲义气啊 嗯 所以说我在那段时间我就搞搞搞乱了很多的事 嗯 生活感情 嗯 然后又赌博又这个那个 所以我又步入了一条让我会会会失败的道路 嗯 在那个年代里面我就输了很多的钱 然后 就沾上赌了 嗯 我小时候就爱赌 这个不得了了 我们四川人 龟路啊 我们四川人从肚子里面就会打牌 十字这样的 真的 我一次 每次我小时候一回家 爸爸妈妈就在牌桌上 是 就是说打麻将了 这个是外省人 这个 尤其住眷村的 爸爸妈妈都常玩的吗 但是 如果你沾上赌 那你 即使当时候真的是大红大紫 这一点都不虚言的啊 那可是后来还是会搞到 所有的这个弹剑原权 一穷二白的 对啊 我们在外面 我们又耗面子 手条又大 赚了一些钱 朋友找 这边捧场 那边捧场 对不对 然后 久了嘛 九肚 诗也没有 搞不好婚姻也没有了 对 九肚神仙书嘛 是 发现不对的时候 其实身边的那个人呢 已经都从期待 变成冷漠 对 变成失望 最终绝望 是 然后就 回到美国去了 嗯 等我发现 诶 这可能吗 嗯 它怎么可能呢 嗯 我在情感这一块 我是绝对认为是不可能的 他那么爱我 对 不太可能 不离不弃的 怎么可能呢 但是确实是 可能发生了 嗯 等到我觉察到的时候 我已经 来不及了 嗯 那我怎么办呢 嗯 我就先解决 手边 欠下的债务嘛 嗯 因为黑社会里面 跟我之间的互动 人家也没有逼我了 只是跟我讲 啊 文青啊 嗯 你不稍微挂去下去了 嗯 我说好了 嗯 我就想尽办法 每个月还个三万五万 我也再还 嗯 但是我内心深处纠结的 很痛苦 因为婚姻也出了问题了 嗯 经济也出了问题了 嗯 家里的父母亲呢 也在边上看了我 也不知该怎么办 也不知该怎么说 嗯 所以人穷嘛 父母不以为子嘛 胸不以为弟 妻不以为夫 少不以为俗 这还蛮有文学底应的 对对对 因为我 我事后 我有苦读过嘛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体察到 战国时期 这个这个 抒情讲的话 是很有道理的啊 在我身上应验的 因此我后来 我就奋发图强 我就想要让我再站起来 嗯 我绝对不能就这样倒下去了 是 所以我花了很多的功夫 嗯 那个云端掉到谷底是最痛苦的 当然 由谷底要爬出来 其实那非常难的 那后来你爬出来 为什么走上 是不是就是后005年 你所谓的转战这个建筑业 是开建筑公司啦 其实也不等同于完全就是建筑业 是这样吗 是这个转折吗 还是有别的 没有 我第一次那样失败的转折 是做蓝宝宝麻辣火锅 还是有做过蓝宝宝麻辣火锅 之前的蓝宝宝麻辣火锅 先做麻辣火锅 对 那一段时间我做了十年 我就做得非常的好 嗯 在那个那个十年中间 我积攒下来的基础 我才在2005年的时候 毅然决然就转战这个建筑业 嗯 那夹的一些资本 我就跳进这个建筑业的 这个行业里面 嗯 那我运气也不错 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partner 嗯 他当年在遇到非常大的痛苦 跟困难的时候 嗯 好像上帝安排了他跟我认识了以后 嗯 我帮他解决了很多他的问题 嗯 因此他很信赖我 嗯 那我也就毅然决然的跟他就 步入了这个这个建筑行业 他是很专业的 那可以叫你 后来可以 啊 叫你蓝百亿吗 或者说你们曾经有一个大案子 是标下是帝王型的一个案子 我标里有两个 这个破了记录的天价的土地啊 但是 那是因为我们 这个对市场有信心嘛 那我们的产品定位 就很有把握 那我们知道人家不敢碰 我们敢碰啊 嗯 那我碰他的缘由 我自己很清楚 嗯 对不对 因为我 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比人家买 稍微买贵了一两亿 嗯 没有人敢相信我会做这种事 嗯 可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是有一些暗藏的一些玄机 嗯 那事后有一些业界的 前辈来跑来问我 他说你怎么敢做这个事 嗯 那我跟他们一解说 他们才恍然大悟啊 嗯 他们说蓝文青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嗯 你不懂建筑 你能做的比我们还要厉害 嗯 他说你是怎么造成的 我说这可能就是与生俱来的能量吧 嗯 我说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我这么厉害 是 其实蓝文青身上还是有一些意高而人胆大 还是有一些赌徒性格 不好意思蓝大哥 哦 失礼了 我们等一下回来就说 其实蓝宝宝真的很有名 对 对你没有去吃过 可能就觉得也听过了 那如果再有一个人生的转折 蓝文青又付出了 然后还是执着于过去的麻辣火锅 那在这个秘方方面 可能就是他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通关的武功秘籍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如果蓝文青可以做到上市 哇那真的是又是他人生一个高峰了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故事我们谈的是蓝文青的故事 那刚刚我们聊这个蓝大哥 你这个风空伟业啊 一大拖拉股啊 当然事实说你有正业 你有做过正业 做的成绩都不错 像蓝宝宝 后来你是停了 然后转战 这个所谓的建筑业 那也标上两个 我本来看资料 我想说一个 两个都是大案子 某种程度 你用的方法 跟你打破常规了 可以这么讲 就是有非常手段 但是某种程度也创下了一个 就赌运不错 赌到了 现在变列为你的这个 我们讲说也是一个记录 那现在这次付出 你为什么想说折服这么久了 你要再付出 而且又上电视 也上我们的广播 那打出来的 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麻辣火锅 再发扬光大 而且能够做到推上 这个我们讲股票市场是上市 这个是雄心大志了 对啊 因为建筑行业 目前看起来趋势是持平往下的 不警戒 那我们春江水暖嘛 那我很清楚 我们这个机构也不是 也不是太小 但是我们就要先想 后面的事情 应该怎么样规范 因此我们就规范出了几个 相关的子公司的行业 比方说做月子中心 那我们就在我们标的那些很贵的土地上 我们就盖了这个两栋楼来做月子中心 那也是属于我们宝库建设底下的一些行业 那另外呢也做营造厂 那现在又加了一个 我个人加了一个蓝宝宝的这个企业 因为这一块我是比较驾青就熟的 而且我也是天下第一件嘛 所以我可以预料的到有机会会成功 加上以前的各方面的一些条件 而且你有经验老经验了 而且成功的经验 对 就是因为这样啊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小时候 那样子的贫困 有一点点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成绩出来 9月22号就开幕了 而且你们的招牌是汤底 对啊 那个汤头 这个就是你们这个独门绝活了 这是我们家的独门绝活 武功秘籍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 武功秘籍的内容是不能介绍的 但是可以推至清朝年间啊 怎么传下来的 我们讲说这个方子了 他的来由是在这个清这个咸丰年间的时候 大概185152年 咸丰皇帝那个年代 这个祖先有这张方子 在他们之前也是有的 但是我们能够听到的大概就是这样 反正在这个过程中间 这个已经变成是国宝级的东西 是你们祖传的 是兰家家传的是吗 对 那这张方子曾经被土匪用枪抢过 两次都没抢走 这是千真万绝 这是我们的 很传奇 很传奇 这是我们的那个长辈讲的 这是一个上帝创造的一个神奇的东西 我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当我拿到这张方子的时候 我做出了绝世的口味 我的母亲说我把这锅汤熬绝了 可是你知道吗 我用我的智慧再怎么也不能创造 比他更好的东西 因此我最后还是回到他原来的东西 我只是把它做到了一百分 那我们家其他的兄弟可能做到的不到一百分 那花了什么功夫呢 我就是去研磨研究 因为他们这个东西上面就是研发本圣经 每个读出来的心得不同 对不对 就是李登辉读的圣经跟王建轩读出来是不一样 方子一样 对他上面没有写什么几功课 他没有这些东西 他就给你就是那些你自己去揣测 你也可以放一大坨 你也可以放几克 我就在这个这个里面 我就体会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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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道理 那我最后证明我是对的 但是我怎么样也不能够增加任何一个东西进去 我也不可以减少任何一个东西 因为那是前人的智慧 多一分则太多 少一分则太少 对就不够 所以说我很清楚 所以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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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崇拜这些前人的智慧 所以我就当一个循规蹈矩的后人 所以蓝大哥现在你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干活了 对啊我每天大概五点五点多六点是准时会起来 起来了以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工厂去做事嘛 我为什么这么早到工厂去做事 因为我白天的事情比较多 我跟人家约十点十一十二 我的我的那个行事历上面整个月都是密密麻麻 那我怎么办呢 我一定要清晨的时候到工厂去做下午的事情 因此我就把我的体力分成三个阶段 清晨到十点 那十点到下午五点 五点到晚上十点 这三个阶段我就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就不同的事不同的人 我就这样一直默默的这样子规范了大概有一年 那我现在为什么会每天一大早就到工厂去做汤 做磨这些料 是因为这个缘由 其实有的时候下午没事我也是会去的 我就是以这个为主 我要把它做得好 一定要自己把它给控管的好 对蓝大哥你的故事真的很符合我们今天有故事的人物主角 我们今天有故事的单元号称是有滋有料有味 那你可以跟我们总结 因为时间因素就是说 就莱文青来讲也不年轻了 快要一甲子了 把年龄给透露 没事 人生之余你 你沉淀下来 有什么汤底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用什么人生哲理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觉得啊 一个人一生中间只要对自己负责 那你要搞清楚你要负的是什么责任 你的责任是在哪里 第一个要孝顺好父母亲 第二个要善待你身边的太太跟小孩 第三个你对你的朋友承诺不要改变 办就不要承诺 对 第四个你把你的工作一定要认认真真 一步一去一个脚印的把它做好 虽然很苦 但是他一定会有一些代价的 所以说要想人权显贵 必先人后受罪 大家能够共勉之 谢谢各位听众 好今天非常感谢蓝文青蓝大哥 谢谢你哦 不邪不卡齐 今天我们听到蓝文青的故事真的是高潮迭起 人生难免有起起落落 看蓝文青 听蓝文青 想想我们自己未来的人生 好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请收听联网抢先报告 用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节目制作人张云珍 企划制作杨永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